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坐在哪儿呢 他真的嫌弃我 既然我是穿越回来 没理由我不记得有这段经历 难道我撞车失忆 怎么办 你怎么了 可能有些鱼躺低 我有点稳 那要不要咱今天别抢了吧 不要 你那件事紧要点 我们上去吧 你真的没事了 今天收尾 你连续今天的照片给冠笨 秘数马上给你 大哥 施家精弹说他们刚进入了801 你别冲冻 我们再重场介意 801 还是108 哪里呢 哪个啊 喂 什么事 杨伟 你太过分了 我以为你们两个来开房 混蛋你 杨伟 你真是误会了 其实我们为了帮你创业 为了跟我的关系 将药费如年收把牌店买了下来 就是想帮你创业 让他开业室了打工 我们偷偷进行 他也是不想你自卑 扔什么牌店 什么锁店 签约要凌晨蛋老婆 来酒店签约 你冤枉我呢 我绝对可以理解 但你不要骂我叫云南妹妹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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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整个局不能让我报出来阴影的傻子 你这个快事 想跟我斗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女儿我死定了 还有 你女儿送一把给我 不是 你以前女儿送一把给我 现在我打到几把给你啊 这两槌 刚刚你送给我的 现在我玩的 她说要分手 我这么爱她 她说要分手 我这么爱她 她说要分手 我这么爱她 她说要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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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分手 她看她 她看她听了 她看她看她 喂 下车 喂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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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遍 老婆 你再不下车 我报警了 老婆 喂 老婆 你们吃鸡 我要吃饭东西 老婆 喂 喂 老婆 喂 再快点 喂 老婆 前面车 就这儿 就这儿 喂 我不会过去的 喂 老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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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座 我 算你好彩 你怎樣啊 老婆 老婆 我知道錯啊 我真的好愛你 老婆 老婆 我知道錯啊 老婆 我知道 老婆 照片 老婆 常常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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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 know you'll be just fine Don't let me get in the way 老婆 我來陪你了 老婆 我知道了 老婆 我知道了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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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正在發夢 因為又處於時空 你沒有死到 楊威 你清醒就太好了 我幫你們錄完口供 就可以重組案情了 你是 我這個在哪裡 我記得 我害到你出了車我 我 因為我糊塗 我好像在現場 又好像不是 我好像還殺了人 你別拍了 你在發 我就真傻了 我怎麼辦 大家請先出去 病人剛剛起床 我們要幫他做詳細檢查 楊威 放手吧 你們兩個要好好配合我們醫務人員 才可以長點回家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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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對我的不信任 我真的很生氣 所以我漫無目的地開著車 電影都分了手了 我還是再為這些人不開心 是我們倆的事情 你不用擔心 她的事我可以不來 但你的事我不可以不管 你們倆只是朋友 我希望你不要遇見 你知不知道這個髮型 你收品牌怎樣 是我家族的產業 我那頭送給楊威 那頭轉陣給你 你不要誤會 下車 你先聽我解釋 因為我太愛你 我覺得她太過分 所有新聞對付她 你不要生氣 你聽我解釋 你再不下車我報警了 你知道我是你的 你給我一次機會好不好 我讓你下車 對不起 是我太衝動 我冒犯了你 但你相信我 我真心愛你 我知道你也喜歡我 如果因為她的話 我幫你趕走她 沒有人會再妨礙我們 你給我一次機會 你給我一次機會 我真的喜歡你的 媛媛 你相信我 這裡沒車沒人的 怎麼辦 你不肯接受我 你不肯給我機會 其實我比較害羞 我喜歡媽媽 你不肯給我 沒問題 什麼都行 只要你說什麼 我都答應你 你這車有點慢 要不然我們下去偷偷 怎麼會他說 我可以 你不肯給我 你不肯給我 我可以 你不肯給我 你可以给我鸡皮吗 你干嘛呀你 你相信我 我都不 林军 林军 之后呢 你就来了 把他从车里抬出来 我看到 你拿起石头正想砸他 但他就晕过去了 然后你打了报警电话 就上了车 他就对我说了一句 老婆 我错了 嗯 然后呢 那时候我以为你不舍得那个衰人 接着你暈了 我最后害死了你 所以呢 你就内疚自责 你就一直说自己是凶手 你的头部呢 也受到了重击 因为你受到了这么大的刺激 让你有了心理阴影 哎呀 这么复杂 搞得我们的案情啊都重组不了 说到最后 都因为我自己糊涂 才搞出这么多事 对不起 老婆 我没有好好保护你 我以后不敢了 还什么 是啊 长官啊 我看新闻说一死一伤的车祸 那死者是谁呢 是那部失控轿车的司机 他因为突发心脏病 脚踩在油门上 所以车就失控了 原来是这样 虽然你们都是受害者 但是马小姐逃不了伤人罪 你车内的录像仪 好像被人破坏了 无法修复 警方只能凭你个人的口供 是自卫还是伤人 现在就要等郑建兰的口供 我先走 马小姐 你暂时不能出境 我们警方会随时找你配合调查 好 杨伟 你涉嫌一中恐吓勒索 及严重伤人罪 现在向你发出拘捕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